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薰的實況 我是薰古烈 今天不要晚一點 風之谷 沒錯 我們要繼續玩 狐隱新職業實況 那 這個系列呢 還是跟各位看官說一下 我這個系列 也就是狐隱這個職業 我預計要拍 三集 那我會分成上 中 下 三集喔 那大概每一集都會錄個30分鐘 那聽說狐隱這個職業 從一開始到200等 都有劇情喔 所以我們的實況可能斷在很奇怪的地方 下集就會結束 就沒有了 就可能請各位看官要見諒一下 因為我沒辦法拍那麼多集好不好 那在這邊跟各位看官說一下喔 就是 呃 我們這三集都是同一天 也就是1月22號 一次錄好 我一次連續錄三集 所以 呃 要出就可以很快的推出 所以各位看官 我們這集要有like children 只要這集有兩個實況 我們就會很快的推出 下一集 狐隱的實況 也就是下集 好不好 所以想看的看官 記得要幫我點個喜歡 對 大概就是這樣 呃上一集這個狐隱嘛 上一集就是 上集 這集是中集 對不對 那 上一集就是 講了一開始的故事 我們遇到了饕貼 就把這個饕貼給放出來了 結果封印 我們馬上要封印 因為他是壞的怪獸 結果我們居然把 我們誤把饕貼封印在自己體內了 所以那個呵呵有名的大怪物 現在變得超弱 好不好 但是我們把一大堆 饕貼吃過的怪物全部 放出來 這是非常 可怕的事情 所以接下來我們應該是要收拾殘局 而且可能要在師父回來之前 好啦 我們接任務吧 雖然真的一點都不想幫忙 但這幾天想了一下 假裝幫他再出去好像也不錯 不是啊 你那些怪物要收回來啊 不然你看到那個軒然大波 那些怪物把你家後院當成遊樂場 師父回來 他氣死好不好 氣到高血壓伐佐 好不好 那個怪物至少要收拾乾淨啊 呃按6 等待的人都不來 這傢伙也很吵 而且我也很想去村莊裡看看 他可能覺得他自己是收拾不了 要要要 找師父了 要找師父幫忙了 被罵也沒差了 走出寺廟或許我也能為世上 有點 也能成為世上有點用數的人了 我也好想成為在這個世界上有點用數的人了 照這傢伙說我 真的可以用倒數了 在外面展現一下實力 我現在也很開心 雖然現在實力還不是很好 你才五等而已啊大哥 好 既然這樣就把逃脫的怪物全部封印起來吧 這樣的話必須先前往村莊 你要想想那些怪物可能已經在村莊裡面撕虐了啊 傷害無辜的村民啊 師父說過必須解鈴還須性營人 這個 這七個字前面還可以再加必須嗎 這文法不是怪怪的嗎 如果封印所有怪物可能就會原諒我了 好在和饕餅交談之前準備離開吧 師父的抽屜裡有倒數輸合先散吧 這邊有武器可以用是不是 咳 在一堆雜物中看到幾個用得到的東西 道士之路第一步 欸 轉職 我們才五等耶 先有三流倒數一卷 看起來是 師父親自寫的倒數書 要看看內容學倒數嗎 原來看書就可以了喔 那我們這些刻刻刻刻木頭是刻好玩的是不是 刻爽了是不是啊 好接受 師父的倒數已經記在腦袋裡了 使用基本快捷鍵分配SB 喔隨便的那個 基本嘛 風之谷的基本 呃風之谷的基本 對 不需要 你們不需要知道對吧 啊對了還要準備一個散嘴 副武器嗎 再帶一些倒是需要的物品 都準備好了嗎 ready 師父可愛的地址 我要先借走這些東西 我一定會成為優秀的道士後保安的 哇師父絕對七號高血壓發作 啊這個什麼點 這個什麼點 什麼叫阿尼瑪倒數啊 阿尼瑪是 阿尼瑪是風之谷一個地區的名字嗎 我有點 一直想不起來 啊看書就可以 這件刻木頭是刻爽的是不是啊 欠吐槽耶 啊這邊怎麼辦 隨便點嗎 這個 這個不用點嗎 阿能力 應該全性吧 還是全性吧 這東西可以出實話嗎 這東西可不可以出實話 應該是全性吧 現在不是 現在不是 風之谷之夜都是 全部單一屬性 阿你的DEX為什麼那麼高 你的裝備是塞了什麼 你的DEX怎麼會加143 阿 是精靈的祝福嗎 是連結技能嗎 是因為我都練攻系職業嗎 我不知道 呃 可是我 好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不急得點 我們先看技能 哪個是最基本的 那個吧 你會二段跳嗎 你還是不會二段跳 二段跳在 移動速度增加 我想 我想 把這點滿耶 這也不能用 點三 基本攻擊技點一 恩 消耗MP10 應該迴避率移動速度增加 哇我好像應該 同時學這兩個的 沒關係阿那很快 我們很快就會再升等了 然後這個放在D 然後 我們要打怪 好啦我先點好了 應該全性沒有錯吧 我練了什麼職業會加幸運 我練了什麼職業會加幸運 我一直也想不起來 因為如果是 如果這個是 因為我的分身而加的話 那怎麼會加13的幸運 我一直想不起來 我只知道我練了很多攻系職業阿 阿這個是什麼 是有什麼事呼喚我饕貼呢 行走俗事的話 找我有什麼事嗎 哇好可愛喔 饕貼變成這樣 還是6 有喔 去村莊吧 我決定幫你尋找怪物了 你說的是真的嗎 因為是我做出的事 所以由我來收拾才對 我現在也沒有臉見師傅 我已經準備好 去村莊了 一開始就應該這樣阿 我是白費力氣了嗎 竟然要合作 那就把過去的事忘了吧 拘泥過去 就沒辦法前進了 師傅 我暫時離開這裡 去外面看一看 如果你比我早回來請不要太生氣 他絕對氣炸了好不好 氣炸鍋 這又是哪裡阿 為什麼BGM一整個歐 歐 歐 歐洲度假風格 那個 海邊 度假聖地的風格 青雲谷 青雲什麼商店街 沒看清楚 這就是俗飾的味道阿 那就好好享受吧 你從出生開始就沒有 出那個寺廟過 什麼 你已經忘了約定嗎 你以為我們是來度假的嗎 高鐵這麼表示 就是邊享受邊開始 做事的意思嘛 你要把話聽完阿 怎麼跟師傅一樣不懂得變同 哇 師傅走了之後 換這個傢伙 來對胡影唷叨啦 我實在無法相信你的話 嗯 告訴我怪物在哪裡吧 本來是在女體內的傢伙們 你應該感受得到 這 我也不知道 什麼 變得這麼小之後就感受不到了 或許 稍微恢復力量之後就感受得到了 話說 我們幫他找怪物 不就是在幫助他 你知道 他還是會把那些怪物吃回去嘛 那他最後變得超強的怪物 會不會到時候直接倒戈 又要吃我們 這我也是有點害怕 怪物是一定要找回來的阿 但是 但是他跟在我們旁邊 一找他就會把那些怪物吃掉 哇這個 可能到200等的時候 這也是需要煩惱的問題 不過我們也會變強阿 呵呵呵 所以你現在沒辦法得知他們的位置嗎 有沒有怪物相關的線索 那些傢伙本來是在這塊土地上 恨行無忌的怪物 力量 大小 種類都不一樣 被我饕餅吸收之前是這樣 有幾個在吞咽石吃了不少的 也是阿 沒有任何怪物願意被關在裡面 現在被解除封印之後應該很開心吧 可能正在各個地方惹事 那更應該找回來啦 如果外型都不一樣 那麼把房間合在一起也沒什麼意義 線索的話只有一個 就是那些傢伙可能正在惹事 呃 除了親自去找 沒別的方法了嗎 好 現在只能用雙腳到處尋找了 先試一次就會有結果了吧 是不是 呃 除了這樣也沒有方法了吧 好 首先要做的事情是 就是那個 是什麼 就是那件事 快走吧 酒館 我想說你要去哪裡玩 在太乙千人故事12集中提到 想聽傳聞的話就要到酒館去 去酒館找聊天中的客人吧 來吧 酒館 這裡嗎 就這裡喔 鋼鐵 呃 哈哈 這間 這間變得泡飯可是最棒的 消息傳開之地客棧 為什麼 發音又不同意了 為什麼 前面酒館後面又變客棧 好啦隨便 這個奇特的傢伙 說要尋找怪物 結果來這種地方啊 這要買捏寶 搞不好還是有消息的嗎 喔 按6 我們老人家搞不清楚狀況 我搞不清楚什麼 想抓魚的話要去大海 不要到漱口碑裡面去找魚啊 想抓兔子的話就要去山上 想聽傳聞的話就要去酒館不是嗎 聽起來是這樣 雖然都是書裡面的內容 呃 不過你覺得那些人會輕易告訴我們傳聞嗎 我有別的方法 這種時候就是要那樣 哪樣 不要只說這樣那樣的 具體的說明一下吧 也就是越忙越繞路作戰 躲在酒館後面偷聽客人的聊天內容 好喔 你們都這樣玩了 名字比內容厲害多了 反正你也同意了吧 趕快進行第一個作戰吧 哼 沒禮貌的傢伙 那個師傅一定吃了不少苦 我覺得是喔 我覺得確實應該是喔 來吧 距離那麼遠喔 完全聽不到內容了 為什麼一直變來變去 這時候發光的是野性的 象徵老虎耳朵 所以這個是真的嗎 我在想你到底是 真的受人還是什麼 奇特的種族還是 認識你自己帶的 先讓我專注一下 瞳孔收縮後 眼裡發出光彩 所以真的有這個力量喔 眨眼睛耳朵一束 慢慢開始 聽到客人的對話內容 會不會有 他會不會有 故鄉的味道如何 流浪作家 除了牙痛不能用舊齒吃東西之外 跟以前的味道一樣 真的耶 我牙齒痛的時候 我感覺我 吃同樣的東西 那個感覺不一樣 真的 牙痛真的很痛苦 先不聊這個 說說村莊的事吧 很久沒來 我也想知道 或許會有一些不錯的素材 我不能免費告訴你 你請我吃飯吧 結果這麼辦吧 你也知道我們村裡 偶爾會有一些奇怪的事 就是出現怪物的那種事 因為是自由城市 所以在格蘭蒂斯屬於和平的地方 確實 有很多奇怪的事 我跟你說 最近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件 從此之後傳出村裡經常出現怪物 應該就是這個了吧 這好像在哪裡聽過呢 這真是奇怪 雖然村裡 有一些被稱為解決師的強壯傢伙 所以很安心 但是戲份有點兇險 解決師 前幾年開始 村莊情報倉店雇用了一些解決師 據我所知 是那時候換了主人 這就算了 先說說解決師的事吧 不管是不是這個師啊 打錯字啊 大事還是小事 都能幫你解決 雖然要花點委託費 但這是小事 每次你鬧事就會出現後 解決問題 所以被稱為解決師 被說是我們青雲谷的英雄 解決師 是村莊的英雄 你也想成為解決師嗎 很有趣 但有點弱 還有沒有那種 讓你眼睛一亮 耳朵一束的 神通廣大的故事 還有一個 有是有啦 咳咳 咳咳 頭頭卡的魚刺 如果喝一碗剛從瓮裡搖出的爽口 死 What is this 這是醋的意思嗎 這個字到底是什麼啊 應該就掉了 其實是某種酒 好 你要送我回家捲軸對不對 你好 我聽你在呼應 要送我回家捲軸對不對 好啦他就是要送我回家捲軸啊 我相信 有玩風之谷的都看過 好謝謝你 風之谷GM 然後再來是這個 邊邊在這個時間點打斷 啊 正在 跟酒館富人點菜 不過 酒館富人的臉色看起來有點尷尬 為什麼 呃好像這個鬼東西剛好都賣完了 所以從倉庫拿過來需要點時間 不行了 我這個倒是該出面了 從雜亂的壇子之地 消滅西米露壇之後取得 一大碗西米露十個就夠了 這個東西是西米露 西米露 他剛剛是一個 油漬旁的東西 然後其實是西米露 所以十個西米露是嗎 馬上來喔 嗯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升等 我要趕快再點另外一個技能 然後把二段跳點滿 我覺得他攻擊距離蠻遠的 欸這麼快就好了 啊沒有 喝藥水 一大碗西米露 那個MP還沒滿300的時候 盡量少喝喔 所以我都是MP空了才喝 來 你要的西米露 幫你Foot Panda 立刻送達 請記得給我五顆星 欸是這樣嗎 是五 欸其實我沒有點過Foot Panda 我不知道他那個評分是怎麼評的 反正 好啦請請請那個 請收下啦 記得給我錢 假裝是酒罐的人 我都把NN放在那裡 可能演技太好了 都沒有人發現 哇 那個 那個叫什麼 霞士嗎 他剛剛怎麼講的 道士 他們都是 行俠仗義 但是不會輕易的讓別人知道 欸是我做的喔 是我立功 對啊 好像都是這樣 好像都是這麼演的 客人咕嚕咕嚕的喝了一碗食 咳 我不知道 很滿足的笑笑之後開了口 啊 總算活過來了 我差點我喉嚨就要被羽絲給刺穿啦 啊 活過來了 我這麼好喝嗎 反正就西米露吧 趕快說說傳聞吧 還是是西米露釀的酒 是不是那個米類的東西 釀的酒 有可能 你也知道村外有個小寺廟 但你應該不知道 那個寺廟的大佬過世了 真遺憾 就是 有關繼承那個位置的年輕法師的傳言 名字叫美男法師 這名字太直接了吧 實際上真的是個美男子 我跟你講 你們知道杜甫嗎 你們知道杜甫 他 那個叫什麼 字嗎 杜甫是名嘛 然後還有一個 他們還有一個名字叫做字 他的字叫 子美 就孩子的子 美麗的美 然後 所以他 也可以被稱作杜子美 你知道杜子美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 我記得是什麼 美男子嗎 然後杜甫是 斧是帥哥的意思 就是他的名字說 以那個時候文言文的了解 他就是 光名字就是什麼 帥哥美男子 哇 在現在取這個名字超羞恥的啊 好啊 這有趣的故事跟各位看官說一下 真的是個美男子 等一下就暗6 和秀麗的外貌一樣 心靈美麗 得高望重 但是從不久前開始 傳說他都閉門不出 嗯 發生什麼事了 人們猜測他正關在法堂裡 為村莊的安定祈禱 帥氣的年輕法師之名 這是個不錯的素材 你要拿去寫什麼奇怪的小說嗎 為什麼他給我的感覺很像那個啊 白魔法師 因為長得帥帥的 然後 以前也做過不少那個 雖然我們都聽不懂 那是很偉大的研究 可是後來卻 發生了一些事情 給我感覺很像那樣 得高望重的法師 竟然在認真的祈禱 感覺像是闖了什麼大禍 就跟你一樣了 情報就先收集到這裡 進行下一個階段吧 也有很吸引人的故事 也就是你只是來聽故事嗎 那關於那個怪物出走的傳聞 你好像 你沒有得知他們在哪裡 應該你果然要當解決師啊 聽完傳聞有些靈感 從現在開始我要當解決師 去解決師情報場店那裡看看吧 接受 你不會想浪費時間在沒用的事上吧 當然是為我們都好的事啊 在有事件的地方出現怪物的可能性比較高吧 所以不要廢話了 那就讓我這個道士去看看吧 所以真的會有嗎 哼 真的是個會說大話的傢伙 我怎麼會跟這種人是一夥啦 我也來路還很辛苦啊 傢伙的道數還很弱 死人對付小怪惡吧 頭腦看起來倒是挺好的 雖然稍微解開了傢伙 身上都到處封印 但是我不再介入了 畢竟亂碰別人釋放的 術法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接下來要看你怎麼做了 趕快領悟吧小鬼 自行打破封印也能成為一個不錯的經驗 不 要盡快 在封印怪物啊 好啦 究竟 我們的故事能不能 夠再有所推進的解決是 在這裡 嗯 哇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而且還是瘦爾異色童 我的天啊 為什麼解決是情報商店 會有這麼可愛的 哇 你好可愛喔 哇 你好可愛喔 還有熊貓雨傘耶 解決私的條件 你還真的是很囂張欸 呼應 覺得我們還是喜歡的 結果 結果他 他的歲數比你還要高有沒有 搞不好他 W 不是人類種族 然後他年紀比你還要高 這樣也要付錢 所以這就是你的名字嗎 那麼...好嗎? 那些東西也不錯 那些方法可以解釋一下 那...那麼... 你的名字是怎樣呢? 你叫什麼名字...我聽你在胡尹 這名字真的超棒的 他直接講胡尹啊 他講不出地址 他講不出他家裡的地址啊 嗯... 他還是幫他解決了 也是挺隨便啦 嗯? 他淘天也笑了 我...我還想想這個傢伙會怎麼胡喔 嗯... 嗯... 你有看到我旁邊這隻可愛的東西嗎? 你知道這傢伙是我... 把他封印起來的嗎? 你知道他是... 極凶的套貼嗎? 呵呵呵呵... 那是什麼聲音?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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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直接不演了 他直接不演了 他連虎都不想虎了 虧你的名字還叫我 我聽你在胡尹 就完全不想演 呵呵... 新手... 大家好我是萌新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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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解決師 商店 只接受精英 絕對不會接受 猛心 你要先經過培訓 去練個二十一小時之後再來吧 嗯... 呵呵呵... 一一一... 這是敲詐啊! 絕對... 這絕對是你自己想要喔! 你至少會抽個九千萬吧! 同...他是個萌新 同時他是個窮鬼啊 一旦 優惠留住 一旦 優惠留住 一旦 優惠留住 優惠留住 所以... 好嗎? 好了好了不要再... 不要再... 硬扯了 再扯就... 說不過去了 就很丟臉了 呵呵呵 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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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憐 一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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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你QQ 幫你拆眼淚 哇他要虎了 他要開始虎了 他終於要開始虎了 來吧! 我看你要怎麼玩 呵呵呵 以其透露自己想要的牌 不如讓對方慢慢觀察吧 他身上超多家事了 還有...還有...還有迴轉 跟...跟PASS 我知道 我們不能... 把自己逼到絕境 呵...大家都會上溝了 這樣大家都會上溝了 所以你要怎麼玩啊 你...你要開始虎了嗎 啊這對話會不會太久啊 二十...現在二十七分鐘了 嗯... 呃... 你又在演哪出啊 呵呵呵呵 呵呵呵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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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讓他... 連他都蒙逼啊 這樣子 到底演哪出啊 這家有太會虎了 太會虎了 不愧是虎影 他就是來虎了 他就是來虎了 那就是來虎了 呵呵 這段時間... 哇... 錄到... 變得有點困難 嗯... 啊...規定就是規定啊 你讓那個小蘿莉很為難耶 我都快看不下去了 小鬼開始動搖了 與其透露自己想好的牌 不如讓對方慢慢觀察 這是提示啊 與其透露自己想要的牌 不如讓對方慢慢觀察 呃... 我們今天不說 這招會比較有用啊 你真的做得到這種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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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做得出來 封閉馬上... 封閉馬上大貶值啊 通貨膨脹有沒有聽過 真的假的 我覺得這個選項比較合理吧 但是... 好啦...隨便選啊 這... 我也不知道啊 拿出師父的仙扇 然後他的仙扇會是什麼 非常厲害的東西嗎 好啦...就這個啦... 我不管了 演...還在演 連拿個仙扇也要演 哇...真的是...什麼厲害的東西嗎 好像是耶 啊... 所以到底是什麼啊 而且這個表情...哇... 有一個新的表情耶 那... 我不管了...我要戳他的臉頰 所以... 還沒有說話了 但是... 你這麼快的做法 所以到底是什麼啊 他到底看了... 看...看出了一些什麼 我...我甚至... 也沒... 作為玩家的角度我... 我...我...我還沒看到耶 有能的人材 所以... 你... 你... 看到不在那麥... 就真的... 你... 到底是甚麼仙扇這麼有用 這感覺比變出經營財寶還有用耶 ㄟ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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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ㄟ 原來是這樣嗎 原來是 是這樣喔 等一下等一下 一億封閉 還是要一億封閉嗎 喔 因為前面說我們現在幫你做委託 我們慢慢還這個一億封閉什麼 原來是這樣嗎 我看你也是死愛錢耶 如果我剛剛選變出經營財寶的話 又會發生甚麼事啊 這個傢伙比那個 我的小屋那個那個叫甚麼 那個女NPC 他叫甚麼 管理人嗎 就我的小屋那個NPC 還要愛錢耶 一億封閉耶 我以為之前我的小屋那個人已經很愛錢了 這個更愛錢啊 我的天 我以為自己的小屋那個人已經很愛錢了 但我沒有想法 我以為自己的錢也沒有辦法 我以為自己的錢也沒有辦法 這是我們商店的禮物 特別禮物 我以為自己的小屋那個人可以回家 用這個東西 給他這個東西就能得到一億封閉 太賺了 他心裡這麼想 考驗一下, 馬上請問, 馬上請問, 等待等待 為什麼越來越覺得他很像某個詐騙集團的人物 好啦,我們現在有多少技能 我們只有3級的扣打喔,所以我在這3級之內 還是要盡量用一用這些狐狸的技能喔 至少一轉的技能要用一用喔 好啦,我下一集會認真的去跟各位看官介紹狐狸的一轉技能喔 前兩集都沒有做到這件事喔, 前兩集都是在給各位看官看劇情喔 下一集我會認真的介紹技能, 好不好 那這一次一樣33分鐘, 這集也是比較長喔 因為整個狐狸我只會做3集 所以我每集都會比較長, 那如果各位看官 下一集就是狐狸這個系列之晃的下集 這集是終極嘛對不對, 所以下一集是最後喔 那各位看官如果想要很快的看到狐狸系列實況的下集的話 記得點個喜歡, 只要這集或兩個喜歡的話 我們就很快再推出狐狸系列實況下集好不好 那這一集就先做到這邊了 好啦,那小明星的實況就先做到這邊好了 還有, 如果大家喜歡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按個喜歡 並且分享小鈴鐺的喜歡 可以在影片中間按個訂閱 從現在開始, 成為看官方筆 眼頭點出賣一下的鈴鐺 如果你們騙有什麼意見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按鈴鐺的喜歡的鈴鐺 你的意見是名字最大都牛 那最重要的SB還有IG好 我知道 不僅以名字古怪 連所有用語都很清晴 欸 風之谷好像是沒有清晴死的齁 呵呵呵